兩位民眾吃完拉麵來到廚餘 其中一人碗中還有湯些許湯料 整碗倒到桶內 整個過程全被拍下 被店家PO網公布監視器 對於民眾雙手核實 表達對食物的浪費 老闆娘不領情PO文再犯第二次 直接公布正面照 同樣浪費食物 這兩名男子直接被公布長相 店家PO文下架貼文 需收100元浪費食材費 不要浪費食材 我通常會努力把它吃完 我不會去消費這種店 就覺得我們有被告知 然後就被PO上去 我當然會不高興 覺得說沒有必要這樣浪費 當然就是吃多少夾多少 我們從進來 我們的點餐機上面也有影片 也有告訴大家 你覺得你花錢是大爺 你覺得你花錢 你就可以浪費這些的這種心態 是不好的 老闆娘現身介紹 經營二十四小時無人拉麵店 就未在臺中行駕 之所以公布監視器 張貼照片 這些都是客人建議的 讓店內廚餘量從三桶降為一桶 不認同店家的做法 你可以不要進來挑戰店家的底線 你再來在網路上惡意給我留言 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監視器去拍這個顧客 那因為他是一個公共廠的 拍攝的這個行為是沒有違法的 但是因為他把它張貼下來去公審 目前在台灣來講 如果沒有涉及到誹謗或公然 無路的話其實在法律上 可能是比較難去約束他的 二十四小時無人拉麵店 食材無限供應 奔吃讓民眾吃飽概念 但是一再浪費的狀況 讓老闆娘忍無可忍 至於要立足浪費食材的做法 公布消費者影像 看法兩極 三星新聞綜合報導